在AT各股推介,建議大家留意華潤電力836 恆生指數是16,500點水平整股 公用股業務穩定、排息高 有望在震盪市況當中跑出 當中可以留意市場近期焦點之一的中特股 華潤電力2024年預測股息率有6.6厘 2023年度因為派發特別息 歷史息率有7.9厘 捐箱指華潤電力高額分紅彰顯價值 公司新能源佔比較高 如果煤價高期或向上 華潤電力是傳統電力股的首選 華潤電力去年盈利升了5.6厘 末期息每股是0.587元 全印股的股息是0.915元 加上特別息是0.5元 去年的排息率是6.2元 頭兩個月華潤電力的受電量增加了7% 公司近年積極發展新能源 風電、光復、水電、發電項目 裝機容量佔比達到37.8% 按年升了5.5% 目標是2025年 再生能源的裝機佔比超過50% 頭兩個月 風電的受電量增加了9% 光復的受電量更大增 超過200% 花期看好華潤電力 因為支持資本支出的借貸成本低 ROE亦高於同業 PE、PB和息率都是吸引的 美銀證券亦說到 華潤電力可在新能源業務 潛在分拆和補貼收入增長 都有助提振股價 公司目前的市場率低過一倍 是具吸引力的 策略上華潤電力 昨天收報17.8號錄 因應大使近日的整固 可以僱17元左右收集華潤電力 第一個目標是近期高位19.04元 大行平均的目標價是21.6元